Hello 我是李超叔叔 课档大一回答我学生的问题 在我们初学吉他的时候 你的第一首歌或者是前几首歌 一定要选择简单的 这样才能够快速得到成就感 赶快迈过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的门槛 如果你第一首歌选择很难的 你就会很挫折 在前半年甚至前一年都没有成就感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 他就坚持第一首歌要学这个 也行 但是如果你坚持要把这个当第一首歌 你可能要过半年或者一两年 才会开始有成就感 不骗你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会很生气 但是我也会配合 就是如果他或者是你很坚持的话 好 那选择简单的歌 这里面还有一个讲究 就是说有些歌你感觉很简单 其实它不简单 因为你感觉很简单 是因为它耳熟蓝响 你常常听到 比如说明天会更好 我为什么说这个不简单 因为它的这个速度 刚好让你一个小节 就是一个和弦弹八下 太 太 太挤 而弹四下又太松 就是它这个速度有点尴尬 导致你换和弦会太快 会来不及 我昨天拍了一个影片 叫做绿岛小夜曲 也是监狱风云的主题曲 友谊之光 它就是这个特性 我有个学生 他坚持他第一首歌要学这个 我也是好言相劝 跟他说不要 我现在就举下例子 为什么我不建议 他也是换和弦比较快 然后他的歌谱在这里 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看我的手机 因为我的手机就在这里 我的另外一支小米5终于坏掉了 太好了 坏得好 好 那你跟我要谱可以 这都是免费的 那我示范一下 它就是有些地方 它换的是四下就换 有的时候是八下就换 这个会让人有点困扰 对于初学者来说 你看光这句就有个问题了 这个绿岛的绿 它是一个C和弦 它弹了八下 而向和船是两个和弦 它各弹了四下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那个小节 不是那两个小节 有两个 那两个小节 第一个小节有一个和弦 第二个小节有两个和弦 就像你坐地铁的时候 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坐一个人 另外一个位置忽然有两个人 那怎么办 只好挤一挤 就是你四下 我四下就换了 好 那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个事情会比较痛苦 我再示范一次 你听听看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发现了吗 所以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 我会弹 二三二三 一三二三 而一二三四呢 我只好被迫 二三二三换 二三二三换 整首歌里面 充满了 有时候是八下 有时候是几几的四下 所以这首歌 不一定适合初学者 但是你也可以作为初学者的 对自己的挑战 这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很配合的大叔 你如果很坚持 我也是可以带着你 走一条比较 最开始比较 不那么有成就感的路 当然我还是建议你 对手 就不为了